为了要提升幼客 在这一刻谈着准的这个合物品质 一刻谈随时买头 将正式不修改电队的设施 另外一刻打扫买头 因为设施劳股破顺 为了要提升幼客的发生危险 也将落手正经经修 既定今年的三个月 就在档内完整可用了 为了要提供空间的出入空间 还有表演的舞台 加上方便着准的腐败 两年多长时间来整修 最近完成 那水色码头 经过我们的重庆整理之后 目前已经变得更为方便 更为安全 游客都可以在这边 很便利的大声游艇来游湖 虽然水色码头整修完成了后 提供非常抗宽的出入空间 但是无障碍设施没周转 不然是关注 正经大型的无障碍电队的设施 这个水色码头这边 因为原来的升降梯 就是提供给身心障碍 使用的一个升降梯 因为已经年久失修 那所以我们也趁这个机会 再做一个整修 目前我们会提供一个 比较宽敞 舒适便利的一个升降设备 那预定在明年三月的时候会完工 除了水色码头以外 伊达少码头也已经有20年的时间 没有大规模的整修 包括老抽土器 第半破顺定问题 今年一月中10天来整修 那伊达少码头 因为它原来的木平台已经是多年了 那所以我们也会在最近 在过二年之后 会马上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整修 明年也会提供一个更完善的一个 一个活动的搭乘游停的一个广场 为了要向伊达少码头有专身的面貌 除了基本的出入空间环境 地力美化的地载 从地铁树的设计 都有创新的机会 我们这个伊达少码头广场 是木质平台广场 那大概已经有快20年的历史 那所以我们在今年底 会即将全面把这个铺面 还有结构做一个更换 目前的木结构呢 会把它换成敏实质的一个结构 那原本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棵很漂亮的大榕树 那因为台风的关系 被树吹倒的也很可惜 我们会用这个金属结构的方式呢 把这个艺术品 把这个大树的艺术品把它种回来 也兼具这个遮阴 跟这个地井艺术的效果 大家今年三月全报的 冠冠中的时间来幻想 到时中提供检古美观 无将来乎无设置 以党都光领的国际观光买头 既照樊龙昆插风报导 稍等一下 支持你